台北股市 历史性高点之后 应该稍微要震荡一下 然后有机会嘛 我们接下来再攻 但看起来似乎回挡力道不大 外资还正在买方了 所以台北股市 接下来距离选前 你看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对 差不多 有机会再冲一波吗 我想其实台北股市 最近的交易热度 的确是还蛮高 原因是因为风向的关系 国内的媒体的风向 其实都是比较偏多 乐观期待台北股市的创高点 甚至其实从技术面 我们去进行掌握 基本上如果说台北股市 这一波的回挡 它能够守得住月线的支撑 那再创历史新高 不是不可能 那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 去进行观察 我们研判 大家有机会 去挑战一万两千点 那至于能不能够去挑战 一二六八二的历史高点 这个就是要看 当时候的气氛 但是我们从 看起来目前 你不要看来选切 先从技术面 我们直接看台北股市 我们帮大家算 看周K线 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看周K 历史是一二六八二 对对对 那这边其实是一个 收敛三角形态的突破 在这里 突破 那突破完之后 基本上它是有机会 再往上涨一波 那如果你是比较保守一点 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测算 往上去加 那如果你是用波段的话 那你就是这一波往上涨上来之后 来回挡 然后突破这个前波高点之后 你就再把它往上加 所以这个往上加的结果 大概就是在一万两千点附近 大家计整数 那这点数不代表说绝对会达到 只是告诉你它的方向会往那边靠拢 我们的预判基本上跟外资的目标价的 解读方式是一样 技术分析只是告诉各位一个趋势方向 然后提醒大家说 你不要因为它创了高点 就看它不爽去放空 这是没有必要的动作 那所以其实在台北股市短线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 我个人认为在选举行情之前 应该都有机会比较偏乐观 去做正向反应 那这个点位的部分 就提供给大家做方向性的参考 不需要提供方向性这三个字 给大家做提醒 而不是绝对目标 不是绝对目标价 它只是一个方向的参考 好 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 这个影响台北股市 在最近这一个季度当中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但你说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看这个美国股市 因为它会影响全球的 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风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连续三天 这个道琼工会指数 就是粘在这附近 那一样 它其实还好 它就是在这个财报的 纷纷扰扰的过程当中 不容易大涨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K线 这个部分稍微放大一点点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简单的基础分析 把它放大一点放大一点 对对对 好 这叫下降三法 黑K棒一根之后 三天没有过高 那后面往下跌的机会就大 那这只要一往下跌 就是要来回撤 多方缺口的这个支撑 那这个缺口一定要做 一定要有撑 如果没撑的话 就是下来这边 甚至就会比较差 就来到这边 所以这个道琼工会指数 目前短线比较重要的观察中 就在这个多方的支撑的缺口上面 好 另外我们看到 在NASA指数的部分 那萨克指数在高档进行震荡 那这个有没有 我们之前在还没公布财报之前 我们就告诉大家流动性有问题吗 没有量怎么会有价呢 所以它大概就在这高点附近 做一个横盘震荡 同样的支撑线 就是在这个下影线的地方 就是在下影线的地方 好 另外费城方案例指数 这两天回档的力道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包含像是德州仪器 包含像是赛林斯 公布出来的财报 除了上一个季度表现的 不如市场预期之外 在下一个季度的财务预测当中 也下调的力道 也比市场上预期来得更大 也就是说 他们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 在财务表现的过程当中 都是列于市场预期 所以造成费城方案例指数 出现了一个空方缺口 这个空方缺口 大家要特别留意 在技术面上面 一般来说 在多方乐观的氛围里面 不会出现往下跳空 如果当它出现 往下跳空的空方缺口 在未来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 到下个礼拜的上半周之前 这个空方缺口没封闭 那这个前波低点的位置 也就是说季线的这个位置 是肯定会被跌破的 所以这个空方缺口的力道 绝对是不容小觑 那如果一旦费城方案例指数 这个极短线的空方压力缺口 没有进行封闭 它是一路的回撤到前波低点 甚至要回撤到前一个平台整理区的 这个底部形态的支撑的话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当中 比较主要的半导体产业 领长指标 台积电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压力 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回应刚刚四分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市场上都觉得说 应该是先顿后跳 喝了再上 休息一下再攻 可是如果当费城方例指数 出现了比较明显回挡的压力的时候 台北股市可能就会出现 比较明显回挡 回撤月线支撑的力道 回撤月线就很重要 只要它能够撑得住在月线 撑得住 那台北股市就还是有强势创高的机会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从费城半导体指数 跟台北股市联动起来去进行一个解读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构的部分 你看其实绿色比较多 连苹果都涨了一个百分点 但是你看半导体指数这边 Avago是这个博通 博通跌了2.5个百分点 那德州一期因为财报不加 跌了超过7个百分点 那其他的半导体指数也都表现相对比较弱 博通的部分跌了1.5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在半导体产业还是要特别留意 我们特别强调半导体的产业 到目前为止它属于短周期的补库存的力道 不是长周期的回升 这个后续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在金融股的部分 在这一波的航行当中反而是比较直稳的 好 那其实还有一个关键重点 要跟大家先行的分享一个结果 就是降息的几率 在最近财报公布的时候 只要是重量级的财报公布不如预期 FED这个月月底的降息几率就攀升 昨天已经来到了92.5 也就是说这个月月底 它一定会再降息一次 它一定会再降息一次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我是从这个FED的官网上面抓下来的 这是两张 两个比较关键的曲线 蓝色这个叫做利率曲线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Fed Fund Rate 红色这个是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好 我们来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往上钩 这就是我们讲的扩表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扩表超过2000亿美元了 各位 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减掉6800亿 一个多月就给你回到2000多亿了 抵消效果很强 如果不是FED看到市场上流动性快速度的在紧缩 为什么它要放这么多钱出来 这是第一个 长期在出现扩表 极短线的Overnight 紧缩的程度仍然是持续 所以我们说面对流动性极矩紧缩的市场 Fed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个 继续降息 第二个 扩大 扩大 扩表的力道 就这两件事情可以做 所以为什么预期降息机率会继续增加 就是它会继续降息 会继续降息 好 来到这边 扩表跟降息 其实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美国市场的反应是宽松无效 什么叫宽松无效 各位看一下这边的成交量 这是标普500 如果这个热钱是增加的 进到金融市场当中 它的成交量会往上跑 即便企业在公布财报 没有回购的力道 它的成交量都会增加 可是你看它的成交量是完全没有增加 就表示宽松的力道是刺激无效 那刺激无效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像AED 把它电到心脏跳动为止 所以扩大刺激 是可以预期的 那就刺激大家如果一直刺激又没有用 各位IMF最近 其实有出了一份报告 等一下我们新闻里面帮大家做分析 另外最近在Marketwatch 它有提供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10月19号为止的三个月 标普500每天的每股 这个每日的平均的交易量 只有总市值的7% 它是接近10年的新低 也就是说每一次它的交易平均股数 从2015年的248股下降到 现在只有133股 简单来说 这个叫股市的流动性风险 即便你价格要往下跌 没有买盘接 没有买盘接怎么办 降价求售啊 所以为什么去年年底会出现 20%的崩盘 20%的崩盘 因为卖不掉 股市是这样哦 股市 就是标普500在美国股市当中 这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流动性陷阱 已经开始在股市当中发酵 而最近的IMF也提出了 在债券市场当中 同样也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的问题很严重 是因为当价格在下跌的时候 下面没有买盘承接 你就怎么样 为了你要急的 赶快要把它变现 你只能用更低的价格去卖出 所以会出现什么 价格的跳空 而这个跳空的力道 可能会比过去 10年来的回撤力道还要更强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未来比较观察的重点 然后帮大家做个简单的总结 代表现在美国股市 跟美国的债券市场 基本上都出现了流动性风险 会有卖不掉的危机 所以它最好就是只能撑在这里 它撑不住 只要一旦往下掉 有人开始跑 恐慌就会出现 流动性风险就来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看台北股市创新高的同时 我们的外部环境 尤其是在掌控全世界金融资产价格的美国市场 它其实是在面临一个流动性 最大的一个风险的来临 所以这是在美股当中存在的风险性隐忧 不过讲到我们的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起火已经开盘了 今天起火开盘目前是小涨的格局 上涨33点 0.29% 来到11232点 所以今天还是开小高 但是其实对亚洲经济来说 我们为什么讲说台北股市在亚洲真的很强 因为亚洲经济并不是这么好 所以大家表现其实是平平 尤其你看中国大陆说什么6 其实6的数字都可能是有些灌水的 尤其是今年明年 IMF也市井了 经济成长率会在疲软 所以对台北股市来说 这其实也是个隐忧 对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的流动性的问题 其实台北股市也一样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 我们再把前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 证件户的这个划播余额两兆 创了21个月新高的这个新闻再加进来 你会发现 其实在台北股市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是在场外观望 也就是大部分人都被嘎空手 都被嘎空手 没有流动性 好 外资一直拱 拱到一个历史新高 没人来买 跌了 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的台北股市在1万点以上都叫历史的高档 知道 那它会不会在 这个1万多点 1万1000点往下掉的时候 就开始去接刀子 不会 一定是在万点以下才开始接刀子 可是你想想看 从1万1跌到8500点以下 才要开始接的话 这中间的上千点的价差 都没人来接盘 所以崩盘的速度会很快 这个不是在吓大家 是现在的台北股市也面临了流动性的风险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IMF的这个预警 其实IMF在10月份出了一份报告 叫做这个金融市场的观察报告 它里面有提到台湾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成长率的预测 基本上都下修 到2020年大概也都是下修为主 所以其实在整个GDP的成长率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点点趋弱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特别讲到 这个IMF的金融稳定报告 10月份刚刚出炉里面 我帮大家摘要两个重点 这是国内金融市场当中绝对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是台湾的受险业 它的海外曝险的资产规模已经 它的曝险的规模已经超过他们总资产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 你看到它有多少资本额 它就超过三分之二是在海外里面有曝险的风险 那远远高于什么呢 远远高于韩国 远远高于日本的同业 远远高于日本跟韩国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碰到的是 你的杠杆率太大 杠杆率太大 然后你的资本是比较少 你没有所谓的充足资本的市主率 再来就是外汇错配的风险 什么叫外汇错配的风险 就是你过度投资在国外的债券 尤其是美国美元计价的这些所谓的债券型的 这个相关的投资的市场 那这个就会带动出来 IMF的下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从明年开始 台湾的受险业会遭受到很大的外汇错配的风险 会影响到整个受险业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获利表现 第二件事情 在全球IMF统计 全球的固定收益型基金 总共有10.5兆美元的规模当中 有六分之一 面临流动性的风险 什么叫流动性风险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当你要 你去买这些高收益债的时候 固定型的收益债券基金的时候 你要去赎回 经纪人没有钱可以 没有钱可以给你赎回 那其中高收益债更惨 只要是高收益债的基金 有二分之一以上 都出现流动性的问题 那这些高收益债 其中有一部分 是有所谓的目标型基金的 这些相关的投资标的 跟国内的受险商品有做连结 这个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一旦新兴市场 还不出钱来的时候 美元在继续降息 然后它在继续贬值的时候 会对我们国内的受险 产生非常大的风险 这里要先从IMF的报告 先提醒给大家 如果你手边有相关的投资商品 你有高收益债基金的 你有高收益债基金的连结商品 你有目标型基金的连结商品的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先行做注意 好 这是在这个相关的 信息数据当中提供给大家的 不过几个重点 我们还要来干渐的是 就是的确目前来说 外资是连巴买了 这是在我们一开始就有特别提过的 还有在半导体设备支出当中 触底讯号 其实在之前伟姐也跟大家讲过了 另外最近来做关心的 从筹码面来看就是5G题材 5G今天伟姐有带来一些筹码的部分 哪些事还可以续报 我们先来看5G PCB是最近比较热门的 我们就先看PCB里面 比较重要的五档概念股 我们先从 我们直接看筹码的就好了 伟姐带来的筹码 那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是PCB过去的强势个股 目前为止它还是筹码集中 那我们要看的是关键券商是在Morgan Stanley 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买了8万6千多张 所以他有没有先跑 你就先看Morgan Stanley有没有跑 这个大户跟散户的这个统计表 是一个礼拜统计一次 可是你及时能够掌握的是券商每天的进出 所以你大家可以去查 对 还没跑 还没跑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什么时候它要跑 好 那我们看下一档 在真顶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的筹码也是高度集中 那重点是过去一年的关键券商在Morgan Stanley 买了2万6千多张 所以大家在短线上面稍微可以留一下 Morgan Stanley什么时候要获利了结 下车就会变成是PCB的可能一个先行指标 好 另外我们看到上游的铜箔基板 这个就比较有点松动的现象 还要过去碰到一些利控 可是在最近很明显 你看大户筹码在减 散户在增加了 所以跌了一个这么重 对 可是摩根大通在短线上面有去接 所以它短线可能有一些反弹行情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 它的长期筹码已经开始从大户 流到散户的手上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在下一档在台光店 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 很明显筹码都在退 散户都在进 所以它其实股价涨不动的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其实在PCB的整个产业当中 即便它收费5G 因为筹码面的变化 它都有可能造成未来股价上面的一个波动 一定给大家做出 的确就是在从筹码的部分 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就是现在PCB的族群当中 现在算是非常航的族群 今天从今天所留的节目 感谢收看